整棟房子隱藏在绿意盎然的山林中 看房要仔细让空拍机来帮你 像是农地和农舍 光是主体建物就几乎都超过百平 用空拍镜头辅助看房 连附近险恶设施都无所遁形 观看来讲 它就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而且买得比较安心一点 那我们的平均的这些加盟店 它的成交量是有上升大概一倍左右 卖房天利器就是看好房市回温了 2018年上半年六都家户购物比 比起去年同期双北市和台南市都呈现正成长 下半年的房市 这个刚性需求会更加的成长 然后政府的各种法令也会松绑 经商信心同步回稳上半年推案数 突破3.4万户 更将全年预估推案年增率上修到三成以上 这三年潜在的力量 就是大家所保留没有推案的量 都在今年爆量出来 买器已经渐渐恢复 但买房减便宜恐怕已成过去式 六都低计住宅买卖平均总价 1022万元比起去年多了3.33% 让利逐渐趋缓 原来大概15%的过去这两三年来的让利 应该现在已经渐渐缩小幅度 房市谷底过去 业者估下半年将会走量增价稳格局 东森财经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台北采访报道